我是一位天才 我的能力十分强悍 平日常以诸葛亮自欲 有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才能 如果说贤学生可敌五个师 那么我罗志明就可挡千军万劳 在早期求知奇葩史上啊 曾出现这么一号人物 百度百科也留有他的大名 他自诩啊是智慧 才华 美貌 都达到巅峰造极的全能天才人物 那真是貌如攀安 师如李白 策略如诸葛亮 自如王羲之等等等等 然而呢就是这样一位 把牛皮啊吹到巅峰的奇葩选手 到最后居然应聘成功了 并且呢月薪八千 这比前面那几个海归啊硕士啊都搞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叫罗志明 今年24岁 来自于贵州省仁淮市大坝镇 黄阳村 现就读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策略技术与仪器专业 我是一位天才 我的能力十分强悍 平日常以诸葛亮自语 有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才能 看这位老板把头摇的 显然是不相信咱们大哥的实力啊 随后呢咱大哥便接着说了 他就是现代版诸葛亮 如果说用前学生可抵五个师 那么他就可抵千军万马 不仅如此啊 他还貌如攀安 得志提美劳 样样皆通 各个呀堪比国家选手 而且还是一位思想理论家 哲学家 擅长笔会吉他 能说会道 舌战群辱 人脉好友遍及五湖四海 仅好兄弟心里已过百人 是一位智慧才华美貌 都达到巅峰造极的全能天才人物 你好好说话行吗 你这受不了 你没说完呢 不如就要说人话 见厂商老板有些不耐烦了 咱们大哥也懂得退上 当即便收起枪叫 快速的来来遍自我介绍 他自称啊 曾跟好友开过总收入达到15万的补习班 也曾啊独立负责策划过 1000余人的大型文艺晚会 今天呢 来到菲尼莫属啊 就是想通过这个平台 来找到一份呢 关于管理或者营销方面的工作 再重复一下那个什么潘安 诸葛亮 刘德华之类的 你再说一遍 我还没听太清 你说什么笔刘德华 有笔刘德华 歌如刘德华 歌如刘德华 诗如李白 诗如李白 茂如潘安 茂赛潘安 不是赛是如 如 我说赛 我说比较谦虚 韩树化妆品的郝总见词也开起玩笑了 撮残大哥既然这么牛逼 那还面试啥呀 不如直接反过来 把他们这群老板收了当小弟子了 就来一趟我能到你公司做点什么 就是我觉得你 我都想做他的新妇了 你不明瞧我的位子 我真的觉得 罗英雄 我能为 罗帮主 都比你爱几句 哦 话都说到这一份上了 不露两首才艺还真说不过去了 私部集团的马总就表示 既然咱们大哥前面宣称自己歌如刘德华 那咱就不妨清唱两句 给大家开开眼呗 本以为咱们大哥会落个东施笑评的下场 却未曾想咱们大哥一开伞 却惊艳在场所有人 当我眼中有泪 别问我是为谁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啊 给我一杯忘记隐碎 还我一夜不流泪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水 我会看见我流泪 我这个乖乖呀 大哥不愧是大哥呀 这就连刘德华那独特的菜音都模仿得唯妙唯笑 场上老板见咱大哥真有点东西 便收起那看笑话的嘴脸 纷纷加入大哥的夸夸群 如果说当今中国最大一生人像我在 对于这个媒体 甚至有一天才 而且是全天才的 我觉得应该找出第二个 哎 你这话说的 这显然是不把我们射牛哥放在眼里啊 我是从 为了验证咱们大哥是真的神经病 疯子天才 还是为了引人注目 装的神经病疯子天才 主持人徒磊呢 便让咱们大哥再展现几个能力优点 譬如啊 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胜任管理营销的岗位 我刚不是说了嘛 我在各方面的人力肯定有这种人 那你说个实在的案例了 听一听咯 我和一些兄弟在仁怀市 开办过三次培训班 然后总收入达到15万 然后我个人收入6万多块钱吧 你干了什么呀 你在这其中 我干了很多事情 这其中用到什么空乘计 用了成了策略呀 不是 您开个补习班还用空乘计吗 大哥 您说这话是认真的吗 咱们大哥后面说了 他最开始创业那会儿啊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 他呢只能靠嘴皮子 把家长呼吁的是团团转 愿意把孩子放心的交给他来辅导 这就是他所说的空乘计 诶 此话一出 厂商老板纷纷不计 说咱们大哥这发型这打扮 长得就不像个正儿八经的老师啊 如何能得到家长的吸引呢 当时我非常注意我的造型 平时我搞艺术的时候 就弄成这种垮室 但当我面对江南的时候 就有理成这种 又很纯舌看起来 你搞艺术别搞我行吗 此时 四部集团的马总发现个亮点 说啊 咱们大哥既然知道 正是场合要穿戴整齐 那您今天这份打扮又是几个意思啊 这瞧不起他们正清老板吗 是想炒作吗 是想用这么颓废的外表来展示你的才能吗 不是炒作 我是让大家相信我的这个能力和水平 为什么不按照面对家长 原来面对所有的老板呢 反倒面对这些 就是你生活中最颓废的状态 面对老板 你觉得这是尊重吗 先前想跟大哥当小弟的好总 见气氛紧张起来 便赶紧站出来打个圆场 说啊 咱大哥今天穿成这样 说不定已经精心打扮过了 毕竟啊 谁都不知道 大哥日常能拉搭成什么样子 多少天洗澡 洗澡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这是四年里 其实我想说句实话 其实也不是我故意这样做 因为我和爱因斯坦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 这种人的思想 每天都是用于思考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包装自己 我觉得你太装了 死言差译 咱们大哥哪能受这委屈啊 当即便怼了回去 说这位老板呢 显然就是目光短浅 见识着 这生活中啊 没见过什么奇才呀 天才呀 竟是些平庸无能之辈 所以呢 才对他这个天才呀 如此不满 才对他这个天才呀 是用事实说话 我觉得你这样的状态 让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觉得我统一徒老师观点 我觉得你像红奇功 并不像天才 像不像不重要 关键上是不是最重要 像两人为此争执不休 主持人图类便连忙转换话题 让大哥再说说 其他的营销才能 大哥坦言道啊 他曾经靠才智谋略 不费吹灰之力 让自己啊 当上了校长 并且啊 还是众人捧着他上去那种 当时吧 这个补习班刚成立 兄弟几个啊 都想当校长 争作老大 而他呢 就是那其中之一 这正所谓啊 枪打猝头鸟 为了不动声色的抢位置 他先是给能力最差的人拍马屁 推荐人家当校长 这样做不仅能拉来当店呗 主要还能刷好感度 拉拢人心 然后呢 接下来啊 就是等 等那个人啊 德不配位 主动协认后 必会感念他的恩情 历见他上位 那其实 那你还假装谦虚一下 哎呀 正何德何能 能担此重任呢 哎呀 罢了罢了罢了 不你一定要当这个自卫啊 是吧 我觉得这个人的三观不正 他因为这个年代 只有爆炸 只有忽悠 才有可能 引起别人的重视跟关注 对朋友 对同学都要算计的 这么一个选择 还像天才这个课 对天才是个侮辱 浮能集团的刘总 紧接着提出质疑 说咱们大哥在简历上描述 曾在校园把一个新舍团 从零壮大到一千左右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要知道 这并非是件意识啊 当你能力达到一定的沉醉兽 一种欲望 你听你听你听 你就是个说书人 我在台上站了这么久 我每次对话的结果 就是我想死 你们还要往下对话 突雷 我跟你一样感觉到 在场十二位老板 都是经历过职场 这么多年的人 这位一个说书人 编了很多故事 编出一个很牛的 一个天才的故事 然后大家在这听着 陪他聊 有意思吗 请问 很显然 突雷老师和沐总啊 已经到了不耐烦的程度 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一个天才 还是个人才 还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那我现在明确告诉你 我不但是天才 而且我还是全能天才 一个字 绝 瞅瞅这坚定无敌的眼神 透露出满满的自信啊 拖雷老师也是懒得听其废话 直接让厂商老板 做最终决定 是否要给大哥提供岗位 结果呢 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居然还有一盏灯 能为大哥留下 最后留灯的是福能集团的刘总 在他看来啊 咱们大哥一定是有一定能力的 可能啊 是舞台时间太短 没来得及发挥出来 所以他愿意给大哥提供机会 担任该集团在互联网领域的 一个投资项目的策划专员 月薪啊 8000起 那其实从策划的角度上 他就已经有了 他让别人记住了他的名字 他让别人记住了他的出现的方式 而他寻求的又是一个策划岗 那策划岗就是需要 这种有新奇特想法的 对此说法呀 厂商其他老板呢 并不买账 反倒认为是刘总愿意配合大哥 一起伴着跳梁小丑 硬是啊 在演戏 在博演球 是另有所图 我觉得他留灯 说明了他们其实 实在很缺人才 但他又实在不懂人力不远 其实啊 我想可能是 一方面是他真是求财若渴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许他未必是真想招选手 我觉得可能更想要 总演球让大家关注他的角度 无论其他老板再怎么质疑永心 但最终的选择权 还是掌握在大哥手里 最后大哥选择把握这次机会 愿意去刘总公司就职 好了好了 废话不多说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啦